畫面中可以看到 泥火山好幾處不斷噴湧泥漿 滾滾泥水不斷湧出 還冒出陣陣濃煙 氣體湧現 為了加快噴發速度 村民點火燃燒 而可以看到火蛇不斷竄生 高度有兩三層樓高 相當驚險 隔了一天 泥火山持續噴發 帶您看看現場情形 從昨天晚上11點到現在 這回噴發地點就在當地的黃源聖殿周邊 6號深夜11點多 突然噴發 當地村長表示這次有兩處共四個孔噴發 還好周邊農地二騎倒作已經收割完成 正在休耕期間 加上有上次做的擋土牆 讓泥漿直接流入排水溝渠 沒有波及能作物 不過這次屏東萬丹槍 泥火山噴發 已經是今年第二次了 距離上次的噴發時間才過了短短四個月 所幸上次為了防止泥火山的泥漿外流 已經做了阻隔疏散工作 損失比較輕微 泥火山也在7號早上10點多停止噴發